所以我們說 我們法律生 講經說話 真的要隨順應援 能夠說 我們就說 不能夠說 我們就不要說 所以什麼 心就能夠清靜 不會激煩惱心 所以說 凡事當中 不用強求 真的要隨順應援 隨緣我們才能夠自在 不隨緣我們就會痛苦 過癌 所以我們說 真的是有佛法就有辦法 辦法就是我們能夠自在 沒有痛苦 所以我們接著 我們剛剛說 我們知道極樂世界 這麼殊勝 這麼莊嚴 那我們如果想去的話 發願想去 就要好好做準備 自己就要多用功 那對於這個世界的 人事物 我們要學習 開始放下 不要過度的眷戀 也不要過度的執著 但是也不是叫你們都放棄 叫放下 不是放棄 放下是什麼 是懂得用它 生活當中 我們現在要用它 但是我們不佔有它 佔有這叫執著 那你去享有 叫放下 這就是看得錯 心中裡面 心心念念 我們平常當中 只有一句阿彌陀佛的佛號 那麼 心裡面 把其他的名 文力 權力 妄想不別 這些 都放下 這才是放得下 真的能夠這樣修行 那麼 決定能夠往生西方的世界 決定能夠得上淨土 如果你這個也放不下 那個也放不下 你的障礙太多 負擔太多 到時候阿彌陀佛 想接你 但是你也去不了 因為你自己不放下 不是阿彌陀佛不接你 阿彌陀佛是接你的 神是往生 祂不是接你的這麼多的包袱去 所以千萬大家要想清楚 你如果真想去 就要學習放下 謝謝咱們看下一段